朋友们好,现在是美东时间的6月1日,6月的第一天 中午午饭之前11点钟左右 跟大家闲聊一下 有朋友说我们这个频道东西都太硬了 没有太轻松的话题也不好 我们今天就闲聊一聊 其实轻松不轻松本身不是话题决定的 而是一种表达方式决定的 我向大家道个歉 这是我这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表达习惯 和随着我的环境的变化 我的状态的变化 我的表达习惯也会变化 有的时候表达轻松一点 有的时候表达的严肃一点 它都反映了我个人的这种能力和状态 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见谅 我们看最近国际上有这么几个国家呢 是总被讨论 最重要的是两个中国和俄国 那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最近发现就套用中共体系的一句话呀 能够套用这两个国家的领袖 你比如说这习主席和普大帝 这两个人呢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能吹 特别能吹 你看普大帝吹的呢 和习主席吹的就不一样了 普大帝一般吹什么呢 一般吹 你要再惹我 你要再怎么怎么样 我就要动用核武器 我要动用核武器 我可以在一天之内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我可以在一天之内 抹平英国法国的核力量 我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 把导弹发到美国去 等等等等 当然了 还有当年的几小时多少分钟 拿下基普 拿下乌克兰 这是普大帝的吹牛的方式 习主席吹牛的是另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让人听不懂的方式 比如说最近常提的新制生产力 什么高端就业等等等等 还有什么 反正他这个大词特别多 所以呢 我觉得有一句呢 在中共官场啊 我当年我还了解 我还这个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什么呢 你要从道的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 不要从树的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呢 普大帝的吹牛方式呢 就是一个从树的层面上吹牛的方式 那习主席吹牛的方式呢 就是从道的层面上吹牛的方式 什么是树的层面上吹牛的方式呢 我让你一听就懂我要干什么 当然了 我听懂的是这个普大帝 我确实听懂了 问题是我不信呢 对吧 那习主席的吹牛方式 什么叫从道的层面上吹牛的方式 就是不说人话 他说那个东西太虚 然后呢 让你自己去解释 自己去领悟 你领悟成什么样 他就是什么样了 所以你说这个 我想一想也挺逗的啊 这两个人都挺能吹的 但是这吹牛本身呢 他其实你也可以认为他是一种忽悠 或者说你说他是一种宣传 可是呢 他是他的效果呢 他是随着时间的改变 是有改变的 你比如说中国政府的宣传 他从一开始 从这个我们从韬光养晦开始说起吧 改革开放开始说起 他是能够吸引全世界的 那么再往后呢 奥运会是一个节点 他的宣传也是能够忽悠到全世界的 那么再往后呢 我们取哪个节点呢 就应该取习主席 登大宝一个节点 那个时候之后啊 他的这个忽悠呢 逐渐的 他就不能忽悠全世界了 你比如说18年贸易战 对吧 这我们再怎么批评川普 他是有优点的 对吧 说到这儿呢 我一会儿再插吧 免得我这个话题说不完 我这个不列提纲的坏处 就是说说就说偏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说完 就是你看18年之后 哎 习主席的忽悠 他就只能忽悠自己人了 忽悠不了美国人了 是吧 那么再往后 疫情来了 疫情之后 哎 我们明确的看到习主席呢 忽悠自己人的能力也下降了 就是各级政府官员 至少是不停的忽悠了 因为中央是真不管呢 那关键时刻没有人是亲儿子 对吧 相对老百姓来说 国企是亲儿子 相对国企来说 事业单位是亲儿子 相对事业单位来说 这公务员是亲儿子 但是你相对中央政府来说 地方政府都不是亲儿子 那你相对于领导班子来说 没人是亲儿子 只有我们领导班子 常委 国务委员 政治局 25个人 那是亲儿子 但是你要相对于领袖本人来说 都不是亲儿子 都是外人 这就是什么 法家制度 所以我们看他忽悠 他今天忽悠程度 你像就业问题 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 我跟我国内的朋友讲 我说我看完领袖的讲话 他说要什么提高就业 就业水平还是高端就业还是什么 这没问题 但是他要什么 他要在这方面也要争夺一个国际话语权 我说我作为一个以中文为母语 并且我认为我还有一定水平的中文造诣的这么一个人 一定水平也不高 咱就是能把话说明白而已 而且咱能尽量的不说脏话 不说错别字的话 咱就可以了 但是就咱这个基础水平的中文为母语的人 看到这个之后 我都觉得我以此为耻 就是你这个中文用的 让我根本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要想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就必须在所谓的道的层面去思考 什么是道的层面 玄 这个玄可真的不是道家的玄 人家道家的玄是真玄 是吧 他是有理论支撑的道德经 所有的哲学也有玄妙的地方 但他都是所有的能称为哲学的东西 他一定是有逻辑的 但是咱领袖这东西 他没有逻辑 你国家就业的问题 就业的事 你争夺个什么的国际话语权 这个太搞笑了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 他的存在是对中文的一种侮辱 是对我的母语的一种侮辱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种忽悠的效果 从最开始 你的这种洗脑术很高超 能够忽悠全世界 到后来你逐渐的你不能忽悠美国人了 还能忽悠欧洲人 再后来你欧洲人也忽悠不了了 你只能忽悠自己人 再后来自己人你都忽悠不了了 你只能忽悠一些韭菜了 到现在 我觉得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发展 为习主席要自己给自己办丰田日报的趋势 就是都没有人忽悠他了 是他自己忽悠自己 你说这事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你说还有一些人是可以被他忽悠的 就是什么人 就是我们昨天视频里讲的 中国为什么还没到底 你真正的00后10后这些人 原来我还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 希望值 但是随着中共中国政府的这种言论的收紧 思想审查的收紧 那么如果这些人成长的过程 他都是在这种忽悠 所以我们讲有毒的这个环境中长大 他从小接受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大家说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另一个循环的开启 那么我们都知道当年文革那一代人 是吧 就是60年代的人 上中学 上上中学 上小学 都是在解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 是吧 就是1950年出生的那代人 是我们从1949年看过来 是比较可怕的一代人 就是在68年左右 他们就是成了红卫兵 红小兵那一代人 因为他们是纯纯的在共和国的红旗下出生并成长的一代人 就是 含毒量是100% 那么如果说今天中国政府不断的收紧自己的这种政策 继续的闭关锁国 那么从现在开始 甚至00后 10后 我们说他还有一定的开放余地 如果说是20后呢 20后出生出来之后 他从来也没出过国 也很难接触到西方的东西 那么当他长大了2040年 2050年 大家想想那个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那不就是当年的50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吗 那不就是当年的红卫兵 红小兵的另一个循环吗 如果我们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 他今年贵庚多大 是70来岁 能够坚持到2050年 100来岁 那他不就是又一轮的红太阳吗 那谁敢说他不能坚持到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他不就 人生的理想顶峰才到吗 对吧 所以你去看他做的这些事 和他的期望值 他所算计的格局 还是要比普通人 还是要长远的 多的多的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谈论接班人问题 这都是 这都是不对的 在领袖眼里看 你这个现在所有人 所有谈论接班人问题的人 都应该被灭掉 因为人家没有考虑到接班的问题 至少在最近一二十年 我们看不出来 他在考虑这个问题 即使他在最近的一二十年 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以他目前的这种布局来看 那最多最多他也是退到后面去做这个太上皇 他不可能真的是什么都不管 所以最重要的 对领袖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我这个草民 尤其我是 还还不属于他辖区的一个草民呢 就随便猜一猜啊 对领袖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让他的寿命能够坚持到2040年 2050年之后 这对他来讲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 其他都不重要 就是集全天下而供养一人的模式 就是他要的模式 全天下的资源力量都为他一个人服务 能不能把他的寿命延长到2050年甚至更久呢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 那今天跟大家闲聊的这个话题呢 你要说轻松呢 他也不轻松 而且这个对我来说确实也是有点 哎呀 犯忌讳的话题 那没别的 就是希望周末给大家添个乐啊 有些人他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其实很多东西呢 就是一层窗户纸 点破了 你自然就明白了 对吧 其实刚才我点破了两层窗户纸 大家自己去体会是哪两层 你点破了这两层窗户纸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事情 它是可解释的 它不是 不是因为它蠢 也不是因为它 嗯 没想明白 其实它想的还挺明白的 在某些方面 好 谢谢大家